财长今天在沃泰华一间酒店发表演讲 表示他相信本国会排除困难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 他也表示相信家园近期下跌 跌过于美元平算水平只是暂时的 他表示家园下跌是因为投资者转向美元避险 近几周来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和对家国商品的需求下降 市场对本国经济的担忧情绪上升 费拉底说如果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本国政府将准备实施刺激经济的措施 即使这意味着要放弃平衡预算的计划